优优独播剧场——YoYo 这一天他迷迷糊糊从床上醒来 一睁眼就看到了妹妹小雪在自己面前换衣服 小雪面对男主一脸老色批的样子 不由大呼 这么早起床吓了我一跳 男主苦笑着抱歉 双眼却十分诚实地看着妹妹换衣服 感叹着美好的一天就从美好的晨起福利开始了 虽然小雪还是个初中生 但身材却发育得很好 但妹妹最后打完领带后 妹妹突然撒起了胶 他轻轻地给了男主一个拥抱 遭到可爱抱歉的男主一想 继世以来妹妹一直那么可爱 而且厨艺也很棒 自己简直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哥哥 前提介绍 男主是一个温馨的四口之家 虽然按照父母的计划 男主和小雪早就应该住在各自分隔的房间内 但小雪却十分抗拒 于是干脆赖在哥哥的房间里安顿了下来 于是两个人就这么一直睡在一个房间 这天从学校归来的两人在房间里快乐游戏 小雪一边在游戏上疯狂操作 一边歪靠在男主身上 不断和男主在游戏上打着配合 而男主闻着小雪发丝尖的香味瞬间来劲 三两下就赢得了游戏胜利 一瞬间两人默契击掌 没错 这是只属于兄妹之间的默契 可突然之间 小雪刷的一下睁开了眼睛 她提起自己今天午休 被男生叫出去告白的这件事情 面对这种情况 男主倒不是特别惊讶 毕竟自己的妹妹从小就长相出众 就算是在学校内拥有超高的人气 那也不奇怪 紧接着小雪提到 向自己表白的是篮球队的王牌 不过因为不太熟的原因 自己还是礼貌拒绝了她 总之就是看上了我的身体吧 小雪清纯的外表下 说出了这样一番跳跃发言 而男主仔细回想 小雪在学习和运动方面都毫无天赋 那个篮球队的家伙八成就是见色起义 不过小雪表明 自己还不想理会那些只看上自己身子的人 毕竟和哥哥一起才是最快乐的 现在的她对恋爱这方面 已经颇有自己的一番见解 身为妹妹肚子里的回仇 男主一眼就看出小雪心里的想法 小雪的学校似乎也成为了那些 对小雪拥有残念的恶狼巢学 虽然拒绝别人的告白不是一件坏事 但这也是小雪自己的选择 哥哥 请不要看穿人家的心思了 小雪气嘟嘟地鼓起脸颊 这时她的手机传来一则消息 男主立马警觉 一边拦着妹妹拿到手机 一边堵起了刚刚收到的消息 消息是妈妈发来的 最近父母工作十分忙碌 母亲一般很晚回家 有时候都管不上孩子们的饭 而父亲这边 则是经常第二天才回来 不过这都没有关系 毕竟父母晚些回来的话 自己就可以和可爱的妹妹独处了 男主怎么可能会放过这么好的机会呢 给我拖 诶 小雪听到男主这一句话 一脸震惊 哥哥太激烈了 不知道各位绅士们是如何猜想的 但其实男主 只是想给小雪进行一场体能训练 把校服换成便服的小雪 一脸难过地注视着男主 嘴里不断嚷嚷 果然自己还是不适合剧烈运动的 而他才向公交车站跑了那么点路 就累得不行了 对小雪那个鲜弱的身子板来说 突然的冲刺 给他带来了很大的负担 好不容易上了公交车 两人很快就下了站 小雪忽然张开双臂 向男主展示自己的身姿 想起自己在哥哥面前换衣服的模样 他又异常开心地表示 自己可是专门挑选了 哥哥喜欢的衣服穿上 就在这时 两位偶然经过的大学生 看到小雪青春活泼的样子 不由得夸赞了几句 声音不大不小 正好传入了小雪的耳中 惹得他满脸通红 马上躲到男主身后 原来小雪有严重的社交障碍 除了家人和非常亲密的朋友 他都难以表达自己 虽然已经习以为常了 但男主还是建议小雪 不要急忙脸红 只要微笑面对就可以了 面对哥哥的雅萨西 小雪有些害羞地问道 等他长成大姐姐的时候 能不能变成社交达人呢 谁知男主斩丁截铁的回答 那是不可能的 从幼时候起 在和初次见面的人说话的时候 小雪就会像这样躲在男主身后 看来纠正这一性格问题 是个非常艰巨的任务吧 想穿可爱的衣服 又不想太引人注目 这就是小雪的烦恼 但无论发生什么 他觉得 哥哥的背后 就是妥妥的安全地带 男主叹了口气 抱怨小雪总喜欢拿自己挡枪 不过话是这么说 在他心里 只要小雪来自己背后寻求依靠 他也会尽全力守护他 随后两人来到购物中心 小雪毫不客气地贴到男主身上 对此男主倒是不太在意 他对周围的视线并不害羞 而周围的人 大多也认为 两人就是一对笨蛋情侣 他们万万想不到 这其实是一对兄妹 约会结束 两人吃完晚饭回到家 男主再次收到母亲发来的消息 打开一看 母亲似乎今晚不打算回家 而出于家教严格 母亲并没有逼迫孩子们去赚钱 给了兄妹俩极大的自由 但小雪就是在这样的影响下 童懒下来家里大大小小的家务活 此时此刻 小雪正在往浴盆里放水 催促哥哥快去洗澡 那我先去泡了 男主丢下这句话 静止走入浴室 哥哥 我进来了 那个 不可以吗 呃 也不是不可以 偶尔一次不是也不错吗 男主看着可爱的小雪 忍不住摸了摸他的头 他想或许 能这般宠爱妹妹的时间 已经不会持续多久了吧 这天早上 男主醒来的时候 发现妹妹又在换衣服 父母在这段时间倒是休息在家 但是两人都长时间各自面对着电脑 有些时候还独自出门 神秘得很 这时房间的门咚咚敲响了 母亲走了过来 和以往不同的是 他一身随意打扮 让兄妹俩去客厅好好谈谈 男主和小雪不仅紧张起来 如此正式的样子 母亲从来都没有过 虽然母亲刚刚前几天才刚提过换工作的事情 那么他今天是要来讲这件事情吗 未知的紧张感令男主不由得胡思乱想起来 此时的兄妹二人对未来一无所知 爸爸和妈妈决定离婚了 在客厅里 父亲这样毫无征兆地宣告道 他的语气非常淡然 就像平时聊天一样 父亲和母亲深深低下头 昨天晚上 两人已经签署了离婚协议 现在只剩提交 既然已经决定离婚 让子女尽快知晓也是应该的 男主有些恍惚 这似乎是父母第一次向自己低下了头 紧接着两人继续解释道 因为各自生活工作忙碌 总没时间待在一起 虽然父母在不断解释原因 但男主几乎没怎么听 一旁 萧雪坐在沙发上 也一言不发地愣着神 随后他们得知 因为母亲换了工作 母亲不得不面临搬家问题 听完了这一切 男主依旧沉默着 但在沉默的同时 他还发现妹妹有些颤抖 随后父母继续补充道 他们几乎已经处理好了所有的事情 不过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 爸爸和妈妈都是在婚的 父亲像是下定了决心一般 深吸一口气 所以 你们并不是有血缘关系的兄妹 父亲的话像魔咒一般 在男主头脑中回答 原来 他们是在男主和小雪出生不久后 在婚的 男主是父亲的儿子 小雪是母亲的女儿 尽管父亲很详细地解释着 但对男主来说 这些东西都无所谓 只是信息量太大 他已经应付不过来了 男主表面上维持平静 询问道 我有一件事想先问一下 也就是说 离婚之后 我和小雪要各自跟着你们分开生活 对吗 一直将着不动的小雪 一个机灵做出反应 她的脸上完全失去血色 变得苍白 事到如今 她才意识到这严重的事实 回忆涌上男主心头 曾经小雪天真的向她说出 小雪要和哥哥结婚 而现在不仅是兄妹关系 就连回忆也都要被破坏了一样 还是说 哥哥会拉着我去私奔呢 小雪苦笑着 其实她自己也知道这不可能 于是自言自语到私奔之类的 就像把哥哥的未来毁于一旦 就算被同意 自己也会拒绝的 她说着 沉默地点点头 不过啊 哥哥 我可以提一个要求吗 她开口 什么 男主忍住心里的痛回答道 她似乎想了很久一般 一个字一个字吐出来 如果我们就要分离 在那之前 可以请你吻我吗 小雪忽然转过头 抬眼向上看 没有一丝笑意 男主注视着小雪的嘴唇 一时间停止了呼吸 最后双唇相碰 从今天起 他们便不再是兄妹 长期生活在一起的兄妹 居然没有任何的血缘关系 而且他们居然要面临 各奔东西的残酷事实 如此有冲击力的真相 水落石出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讲 没有血缘关系的话 不就是可以变成女朋友的意思吗 大木本以为故事的走向 绝对是妹妹变女友 但令人意外的是 男主最后 还是和另一个女朋友 走到了一起 但是男主和妹妹之间的感情 更像是那种软绵绵的亲密 细水流长的思念 就算男主在生活中 遇上了别的有好感的女孩子 他对于小雪也有感情 只不过除了小雪这个 原以为的亲妹妹不是真的以外 之后出现的其他女孩 竟有可能全是自己的真妹妹 那么今天的剧情就到这里 如果喜欢的话 还请点个赞 点个订阅 大木将给大家带来更多精彩内容